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随手拿起她的手机 想记录下这个瞬间分享给她 没想到最上方却蹦出了两条消息 宝宝 六一是你生日 无良老板竟然还让你加班 明天要陪我哦 给你买的新衣服 明晚我要好好惩罚你 王雪别说现实生活中 就算是在我们亲热的时候 也绝对没有如此这样 这些布料看得我眼热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 这个信息的备注竟然是二哥 他哪来的二哥 我手颤抖着拍下了聊天记录 记下了微信号 强忍住没有发疯 没有质问他 事情都是要讲证据的 也许 这真的是个二哥 发错了信息呢 毕竟 除了这两条 前面的聊天记录是空的 这一晚 王雪抱得我格外的紧 我有些喘不上气 我提议在阿内亚这里再待两天 我说 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 王雪一向很听话 往常他一定会乖顺点头 可这次 王雪只是给了我一个吻 撒娇的对我说 不行啊 答应陪老板去见一个大客户的 晚上不能陪你吃饭咯 是啊 今年开始 他就进了亲戚的公司实习 他怕自己考不上研究生 我嫌弃他 撒娇说要自力更生 我还总夸他长进了 也不给他压力 让他想做什么就做 我养得起他 他只是笑笑 想着昨天晚上的信息 我才发现自己的确很可笑 送他回学校 我回到公寓打开电脑 我送他的手机 跟我电脑一起买的 业务员给做了防丢失跟踪 打开了账号共享跟踪 看着他的定位 最后停在了市区的万豪酒店 我们第一次过夜的五星酒店 我心口突然拧得生疼 头上有点沉 用手一摸 原来我早就被戴上了绿帽子 我摸了把脸 冷笑一声 开始查他微信 QQ小号 从QQ名查到了微博 从微博上看到了他今天发的 坐在宝石街附驾的照片 附驾的座椅上放着个皮卡丘 还是我昨天送给他的 整整一个晚上 王雪的定位没有动过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关机 MB你是跟谁颠缆捣缝 可我还是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这就是初恋的背叛 我翻着女友的小号微博 可真跟他平时在实验室的形象 判若两人 微博上 他绣着明包 美食 言语中透露出 男朋友对他的疼爱 那一条条微博的点赞 还有他娇气般的发言 太美的承诺 反而把我压垮配图 是一个Gucci的邮差包 角落里还有一只男人的手 那手腕上的表 甚是眼熟 表带上有个很深的划痕 像是我那只因为懒得羞 送给管家的劳力士绿水鬼 管家已经五十多岁了 看王雪的样子 也不至于和管家上罢 管家有个儿子 好像跟我一个学校 滴我一届 名字叫红石 大概是他了 评论里面有祝福的 羡慕的 他只在一个 问什么时候结婚的留言下回答 等老师也毕业啊 在照片角落里 有一只包 我认出来 这是我都送他的是 意大利大师手作定制包 无logo 价值六位数 还要等工期半年才能拿到 有眼尖的网友问王雪 美女 你怎么背这种 没有牌子的包 太拉低你当次了 王雪回复 舔狗送的 我把你当女神供着 却在网上说 我是舔狗 明明是你追的网 我看着我柜子里 他送我的那些 不值钱的小玩意 我当宝贝一样的供起来 曾经还以为 他不爱慕虚荣 王雪呀 你到底是把我当什么 现在 我本应该难受的 可是嘴角渐渐上扬 笑了出来 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说我不考研了 回家打理生意 给我爸开心坏了 他曾经以为 我学习学傻了 直接赚了我七位数 说是这些年 不给我生活费的补偿 我在他微博小号里 扒出来 跟他积极互动的女孩 也注册了小号夹上 直接要微信 给转账 他们不是爱钱吗 老子现在有的是钱 那女孩倒是跟王雪挺熟 一开始还对我不理不睬 我一个问题一万转账 他见钱眼开 只差没顺的网线来倒贴我 我说别 老子厌女了 不吃这套 他只好作罢 他说 王雪跟一个学弟 红石谈恋爱 学弟家住汤城一品 开宝石节 平时戴的表 都是劳力士绿水鬼 有时候还起哈雷 我勾唇冷笑 果然 一切如我所料 汤城一品 那是我家 那个绿水鬼是我不要了的 哈雷摩托更不用说了 是我家车库里的垃圾 反倒是给红石这小子方便了 还招摇到我的女人身上 跟这个女人聊多了 他倒是报了不少王雪的料 说什么高中就混夜店 掉凯子 大一的时候 看到一辆麦巴赫下来的男学长 费尽心思追到之后 才知道根本就是个屌丝 但是算是个经济师用男 要是嫁不到有钱人家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说的是我 我倒成了备胎 我前几天先说 我家在市中心给我买了婚房 他嘴里嘟囔着说我喜欢的是你 又不是你的钱 好像是我侮辱了这段感情一样 可真会演戏啊 上午九点 王雪带着一碗粥就来了我这里 紧张地过来抱着我 问我怎么了 熬夜了还是喂病饭了 看着他殷勤的样子 我闻到他身上的酒店沐浴夜味 只觉得反胃 又的一声就吐了出来 他倒是保持平时样子 在收拾 我都怀疑 昨晚上的那一切 真的假的 他跑出去买药 我看到他小号的微博 发了一张牵手图 配文谢谢老公的生日礼物 我翻着他的微博 近半年 他们每一次约会 都有记录 跟王雪跟说 去陪领导去谈生意 去外地的时间不谋而合 鉴于王雪那么努力工作 他的申请的三论文 都是我写的 我熬夜查资料的时候 他们俩在你浓我浓 我在熬夜写论文的时候 他们俩在夜店蹦迪 我在为他订婚纱的时候 他们俩在雪地里打雪仗 我在为他做了丰盛的晚餐 他们俩在酒店里缠绵 恶心透了 我要让你们两个付出代价 王雪他买药回来 言语中责怪 夹杂着宠溺 才一个晚上没管你 就把自己造的胃病犯了 没有我 以后你可怎么办 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我没有接他的药 冷冰冰张嘴 去谈客户了 他一脸无辜 坦然面对 万豪酒店 谈了一晚上的客户 我死死地盯着他 我不想错过他任何一个微表情 他眼中的慌张 一闪而过 是啊 还被灌醉了 住了酒店一晚上 宝宝 他可怜兮兮的 犹如落水的大狗狗 以前总能把我心融化的表情 王雪他连说谎都不愧疚吗 分手的念头涌上心头 我不由得冷笑 王雪终于面部僵硬了 然后皱眉宝宝 你是听人说了什么吗 他就是辩论赛的选手 我曾经帮过他 宝宝 你别偏信别人啊 你手机里面的二哥 是谁 谁家的哥哥 会跟妹妹发情去内衣 我语气冰冷 手镜不自觉地发抖 王雪的表情瞬间紧张 他慌了 他握着我的手 宝宝 宝宝 你要相信我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质问他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跳起来 将那些便宜的手办 电脑包 直接扔到他身上 我嫌你恶心 你担得起 A大清纯笑话的称呼吗 王雪像个打了念的黄瓜一样 坐在了床边 还小声地说 不是的 我直接甩出来 他的小号微博 元旦那晚 你跟谁出差的 二月十五那天 你跟谁加班的 三月 我列数着他们每一次约会 王雪的每一次背叛 我甚至念出来 他微博小号上描绘他们床上情爱的句子 嘖嘖嘖 这种话 难道不会被举报吗 王雪他脸色煞白 嘴角哆哆嗦嗦 镜子中的我 因为情绪激动 脸色竟有了红韵 分手吧 我诉说完这整晚的委屈 我擦干眼泪 冷水洗了把脸 现在只想跟他一别两宽 王雪突然反应过来 倒是气急败坏 鼻疑地看着我 哼 反正也要跟你分手 他就是比你强一万倍 人家助汤城一品知道吗 你个穷屌丝 他送我包 是Gucci 是你以后打工一个月都买不起的包 我有什么错 你给不了我 还不能别人给 王雪终于露出了他拜金的嘴脸 我接过他的包 看了一圈 拉链有风口 一眼假 我把包扔地上 扔给他一句 假货 他赶紧捡起来 护着宝贝一样的仔细看着假包 心里盘算着计划 我拉起昨晚上收拾好的行李箱 我只想离开这里 可是 这是我租的房子 凭什么我走 我收拾王雪的东西 噼里啪啦地往外扔 MD 还真当自己小公主了 王雪不顾形象地嚷嚷着 然后打了个电话 宾森 你今天这么对我 以后 你别想再A城混了 笑话 谁别想再A城混了 我心情烦闷 便回了家 爸爸问我 为什么回来 我便跟王雪分手的是说了 没想到 我爸安慰我的话 居然是 能不能给王雪个机会 再处处 学生时代 跟了你的好姑娘啊 以后可不多了 爸 我惊讶我亲爸竟然会说这种话 又说了他出轨的事情 但是没提红石的事情 然后我就让我爸爸管家辞了吧 我爸不乐意 毕竟是跟了我爸十几年的老管家了 又转念一想 要是现在辞了 后面怎么打他们的脸 我把我的保时捷 哈雷摩托等 把钥匙都收好 看红石他怎么偷 我还顺便找4S店 去把我车的行驶记录都调了出来 私自用这种贵重用品 属于偷 我要红石付出代价 让你装X 临近毕业典礼 社友们喊我回学校拿毕业证 拍毕业照 妈妈安抚着我 生活还得往前看 我跟你爸离婚这么多年 这不也过得有声有色 回去拍毕业照 你的大学不仅仅是王雪呀 去跟自己的青春告别 我回了学校拍毕业照 特意把我爸爸的麦巴赫开来了 王雪看到我从麦巴赫下来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 你 你怎么 他先是好奇 然后眼神变得温柔起来 林森 前几天是我脾气上来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抬起左手 就要摸我的头 手腕上带着我送他的手表 是我暑假真的去打工挣钱买的 我下意识地用胳膊格挡 打到了那块手表 原本结结实实的表带 却松了螺丝 整个表飞了出去 掉在地上 这块表 是我们刚在一起 我知道他不爱手势 但是手表总是实用的吧 我看上一块浪情表 需要一万多块钱 我努力写稿子 还跟我爸低头给他打工 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攒下的辛苦钱 他还特意看了我发表的一篇 讲述我们爱情的小说 《喜上眉梢》 宝宝 比起这表 我更喜欢这篇小说 他憨憨地说 不喜欢这表 还给我 送我妈去 我趁怒去抢 老公送我的表 当然喜欢 我要戴一辈子 他赶紧戴好手表 将我搂入怀中 可是 今天 这表坏了 王雪见我不理他 他便一直在我身后跟着 在我进宿舍门口的时候 他戴着祈求的语气 大喊手表 我会修好的 哼 这是看到我开豪车来了 别管真的假的 先绑住这条大鱼 再说 嘖嘖嘖 这就是女海后的感情公式 要隔着以前 我还真被他再次拿下了 我回宿舍 往下一看 正好看到红石过来 搂着王雪就走 好像听到王雪问红石 怎么最近不开保时节了 切 她哪里还能开到保时节 我给王雪发了一条信息 已经分手了 还有 小心你的毕业论文 她那篇毕业论文 是我彻夜查资料写的 是我查重纠错改的 我有所有的底稿 王雪 现在真想搞死你 我不怕没有学位症 毕竟我是要回家继承家业的 和宿舍一起吃散伙饭时 我们又哭又笑 诉讼着青春美好 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许是我胃病一直美好 又或许是火锅太辣 我疼得蹲在地上直打滚 同学把我送到医院 喂穿孔 我醒来 看到的是王雪趴在我的病床边 能看出来是一夜未走 她朦胧睡眼 见我醒了 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 导包 饿了吧 我去给你买粥 她小心翼翼试探 不用 她像没听见一般 把腿就跑出去 王雪呀 曾经也在我胃炎住院的时候 彻夜照顾 买粥 喂药 我曾以为这么久考察 能得到一个良人 她曾经也是真的爱我呀 她永远都记得 我喜欢什么味道 不吃香菜 她会将我保温杯里的水 对成刚好入口的温度 她拎着粥回来了 像我们没有分手一般 还是你喜欢的那家海鲜粥啊 没放香菜 我看着她强颜欢笑 小心翼翼的脸 接过粥 小心喝了两口 味道变了 我看着包装袋上的店名 也变了 没有 他们家就是换了的老板 厨子没变 王雪在据理力争 你尝尝 我拿起勺子递给她 王雪吃了一口 没有说话 这份胡椒粉味道很重 一样的店面 一样的厨子 可就换了老板 这家就会调整做法的 我坐直了 小心翼翼喝着粥 对于我现在而言 能果腹 就够了 谢谢你的粥 虽然我很想报复她 但是这么久的感情 看见她还是忍不住的心酸 不忍心 毕业论文的事情 王雪欲言又止 TM的 刚才我还有点被她感动 现在嘴里冷哼一句 滚吧 那些我全当为了狗 果然不能对她有任何妄想 这对狗男女 得付出代价 先从红石下手 不是喜欢开我车吗 已经一个月没开了 早就安纳不住了吧 我把钥匙给了管家保管 顺便给做保养 这红石算是钻上空子 我晚上在夜店门口 看到了我的车 我打电话叫拖车 红石 骂骂咧咧地搂着王雪 就出来了 王雪看到是我在拖车 还叹了口气 小声跟我说 林森 咱们分手了 你这样子纠缠 还破坏他人财物 是违法的 我会劝他 别跟你一般见识 你赶紧走 我冷眼看他 继续拖 红石开始骂骂咧咧 找我的事情 他不认识我 他更不能让自己 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 他上手就要打我 我故意受了他一拳 有人喊要报警 他们还闹 大声喊着 谁敢报警试试 说我有错在先 动了他的车 他教训我 他好面子 又不敢报警 因为车也不是他的 他怎么能让这个秘密 被人知道呢 开始打发我走 我就不乐意了 我拉住他 不让他走 直到警察到来 王雪眼睛转得溜圆 一个劲地给红石说好话 说我是无赖 是我报复 我说我拿自己车 我车丢了 红石还脆了 我一口唾沫 让警察叔叔给拦了回去 到了警局 警察调了汽车记录后 让我可以先走 走出去时 我还听到里面 红石的大呼小叫 警察也教育了我 有事情可以说清楚 不要奔着计划矛盾上去 我们交流一番后 他也给那边打了电话 让人来接 王雪还一直 焦滴滴地跟警察说 是不是可以放了他们了 这时候 红石喊了声 爸 你来了 接我出去 管家看到红石上来 就是一巴掌 打得是真爽啊 转身跟我说 少爷 是我管教无方 您受惊了 红石也彻底粘了 王雪两个眼珠子 都要掉了出来 然后就来抓我的手臂 林森 我 我我是他强迫我的 王雪这变脸 比翻书还快 最终 这场闹剧 以红石偷盗 强占他人财务终结 我已经报案 可以走诉讼了 管家已老卖老 他们父子俩跪在我面前 请求原谅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辞退管家 走诉讼流程 还是念在管家 跟了我老爸 十多年的情分上 我决定不再追究 他打了我一拳的事情 最后的结果是 红石被拘留半年 这下好了 学校接到通知时 也给了红石退学处分 在我毕业之前 这家子人 算是处理完了 王雪算是肠子都毁清了 是他有眼无珠 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毕业之后 没有进我爸公司 而是去了一直想要去的电视台 跟我爸说是去社会上磨练一下 王雪打听到我的工作地点 三番两次的 在电视台门口等我下班 不是拿着鲜花 就是拿着礼品带 我终究还是躲不过 宝宝 让我再追你一次呗 我再也不会同意你的 咱俩完了 宝宝 这表我已经修好了 再给我个机会 好吗 不好 表修好了 关我什么事情 换了螺丝 它还是原来的表吗 修补痕迹 也会永远存在 我甩开他的手 看到师傅的车 从地库上来 直接拦车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下个月一号 就要出国参加研讨会进修 车子启动前 我跟王雪说 我真的不希望 他再来台里 影响大家的工作生活 出国前 我竟然在机场看到了王雪 真的是阴魂不散 我听到他和红石打电话 态度极其恶劣 说什么就是玩玩而已 一个穷酸鬼 还想欺骗他 我拉着行李 快速地在他身后走过 近站 过安检 我在进修三个月后回国 台里来了新的一批实习生 里面竟然有王雪 台长鉴于 我跟他是同校关系 让他跟我一组待他 师兄好 听说师兄是台里重点培养对象啊 我要好好跟你学习呢 先把录音师的设备都收拾好 从基础做起 虽然生活上不想跟他有瓜葛 毕竟这是工作 他只是个实习生 今年录用名额很少 我也没有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那日午休 王雪来给我递材料 材料上第一页 竟然是他的怀孕厌血阳性的单子 我抬头诧异地看了一眼他 泥 那晚上 他眼泪汪汪地盯着我 上个月 我们组庆功宴 我被几个实习生一个劲的灌酒 喝得不省人事 第二天是在酒店醒来的 我全身赤裸地醒来 看到旁边躺着的王雪 吓得我连忙穿衣服跑了 这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 我喝成了烂泥 男人 其实懂得都懂 在烂醉的时候 那是真没体力干那档子似的 后来王雪也没提过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 在这里等着我呢 我左思右想 这种狗血的事情 只能找我那个开明的妈妈商量一下 怎么解决 到我妈妈家里 发现爸爸竟然也在 还特别自然地穿着家居服 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们俩 已经离婚十多年的俩人 背着我合体了 饭桌上 爸爸说他当初 是被外面女人迷了眼 外面女人凭借个别人的孩子 说怀孕了 把我妈气得离婚 现在误会都解决了 复婚了 你妈骂得对 我真不是个东西 我爸一脸仰慕地盯着我妈 妈 你这是咋想的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妈 我妈曾口口声声说 再也不想看到我爸的 复婚了 也赖我听信了外面的人 我妈难得地娇羞 我看我爸妈俩人甚是甜蜜 其实 我知道我爸妈就算离婚 也都是心里有对方 默默让我给对方带东西 这下是放下面子 彻底和好了 我归来半生 仍是一家三口 同时 我也意识到了 就像我爸说的那样 王雪的怀孕不一定是真的 孩子也不是我的 这是得调查清楚 我跟王雪说 不是我的孩子 我不认 他骂我王八蛋 还说那天很多人都看到了 是他送我走的 进了酒店 说要去败坏我名声 我让他有本事生下来 跟我做个亲子鉴定 是我的孩子 我保证娶他 然后 他红着眼 说看在以前大学多年的感情分上 不要让他带着肚子丢人 我扬长而去 因为短短半年就出了五个爆款 被台里纳入重点培养计划里 师父也天天笑呵呵地让我注意身体 而且师父很看好我 还把闺女赵小辰介绍给我 她知道我胃不好后 给我送粥 陪我加班 全力支持我工作 师父也总是笑呵呵地看我 说不要有压力 一切听我自己的决定 赵小辰从学生时代就写书 现在是名编剧 脾气很好 情绪稳定 优雅得体 来找我的时候 有时候会碰到王雪 王雪还故意是小绊子 阴阳小辰来倒贴 不值钱 气得我直接让他离开办公室 再给他安排更多的工作 有一天加班 王雪哭着问我他肚子 孩子怎么办 都三个月了 我怎么一直不管不顾 不是说好生下孩子就娶他 为什么我还跟别的女人 谈起了恋爱 我心一横 笃定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 我拉着他去了全市 唯一能做羊水穿刺的 亲子鉴定的私人医院 他在医院有点慌 我就知道他不敢 可过了一会 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拉着我就去窗口做鉴定 没想到 鉴定结果 孩子竟然真是我的 我一下子就牙火了 看着那亲子鉴定 大脑一片空白 那晚上 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可这个 我刚和赵小辰确定了关系 我这 不成了我最讨厌的渣男了吗 我买了补品 将王雪送回家 说我会负责的 请再给我几天时间安排 咱是个爷们 赵小辰很好 也真的走进了我心里 但是不能耽误人家 我找到他 一脸正重 道歉 然后给他讲了我和王雪的故事 我以为小辰会骂我渣男 给我两巴掌 然后再到我师父那里告状 我已经做好辞职回家的准备了 可是他没有 他皱眉 轻声说到说 林森 你不觉得这个孩子有点蹊跷吗 我是写悬疑小说的 我有个想法 我没想到 赵小辰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选择相信了我 还找出了事件的可疑点 那个报告 有可能是假的 咱们A是只有一家私利的 能做羊水穿刺的检测机构 如果事先安排好了呢 反正 不管结果是打掉 还是取王雪 他都不亏 还能毁了我名声 前途 更像是报复 不得不佩服他们做编剧的 我们找了四家侦探 还有花仲金 找了那家医院内部人员 最终结果 真是让我又气又恼 当初 我就不应该听我爸的一念之人 放过红石 接下来 我则安排好行动计划 第一步 先让他离开我的工作圈 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假意答应王雪娶他 并答应安排他进我爸公司做闲差 让他先辞职 第二步 假意旧情复然 接他到我的小公寓 实则房间里安装了监控 在自家安装监控 这可是合法的 第三 假意出差 红石那个狗东西 一定会来找他的 我在监控里 看着一举一动 没想到我出差 到晚红石 就按捺不住了 闯进来了 我在录音里面 听到他们在密谋 让我给他养孩子 并且算是 帮了王雪大忙 让王雪给他打了三百万借条 以后在我这里 想办法拿钱给他 王雪不同意 二人争执 我看王雪最后还是签了一百万借条 还加了个条件 要是没嫁到我家 或者孩子怀孕期间有问题 就不作数 然后 两人起了争执 我直接报警 说监控里看到有贼进了我家 警察叔叔出警速度 那是极快 不到半小时 我们就又在警局会面了 王雪在我面前就是哭 说红石趁我出门 强行进来的 他说我未婚妻 怀着孕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不是我未婚妻 孩子也不是我的 我冷笑 这话一出 王雪直接傻了 哭唧唧问我什么意思 他可是有亲子鉴定的 你说我什么意思 我大吼一声 引出你们这对狗男女 还真是费了我好大功夫 然后 我扔出了他们造假 亲子鉴定的证据 原来是红石在那家 亲子鉴定中心有个表哥 他们早就密谋好了一切 就堵这是唯一一家能做羊水穿刺的检测机构 我脑子一乱就不会去查 孩子是红石的 当初王雪发现怀孕之后 红石心怀抱负 想到了这么个计谋 这样不管我怎么处理 不是赔钱赔名声 就是搭进去自己一辈子养他孩子 真是恶毒 就是想报复我 红石件事情败露 立刻变脸 下跪求我 都是我一时糊涂 我没想过都是王雪都是他想的 他就想山鸡变凤凰 王雪开始跟他思思吵吵的 把警察都惹怒了 把他们分别拉进小黑屋反省 我请求警察立案 红石强闯民宅 伪造亲子鉴定报告 红石又被拘进去了 他的表哥也直接被检测机构罚款 开除 这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原本大学美好的感情回忆 变成现在这样不由的让人唏嘘 王雪 红石虚荣心作祟 以为能走人生捷径 却落这个下场 人啊 一旦开始想走捷径 一旦开始堕落 就不愿意脚踏实地 他们俩后来啊 步入了更深的深渊 谁都救不了他 这都是后话了 我跟他们再无瓜葛 要去开启自己新的生活了 最终结果 真是让我又气又闹 当初 我就不应该听我爸的一念之人 放过红石 接下来 我则安排好行动计划 第一步 先让他离开我的工作圈 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假意答应王雪娶他 并答应安排他进我爸公司做闲差 让他先辞职 第二步 假意旧情复燃 接他到我的小公寓 实则房间里安装了监控 在自家安装监控 这可是合法的 第三 假意出差 红石那个狗东西 一定会来找他的 我在监控里 看着一举一动 没想到我出差 当晚红石 就按捺不住了 闯进来了 我在录音里面 听到他们在密谋 让我给他养孩子 并且算是 帮了王雪大忙 让王雪给他打了三百万借条 以后在我这里 想办法拿钱给他 王雪不同意 二人争执 我看王雪最后 还是签了一百万借条 还加了个条件 要是没嫁到我家 或者孩子怀孕期间 有问题 就不作数 然后 两人起了争执 我直接报警 说监控里 看到有贼进了我家 警察叔叔出警速度 那是极快 不到半小时 我们就 又在警局会面了 王雪在我面前就是哭 说红石趁我出门 强行进来的 他说我未婚妻 怀着孕 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不是我未婚妻 孩子也不是我的 我冷笑 这话一出 王雪直接傻了 哭唧唧问我什么意思 他可是有亲子鉴定的 你说我什么意思 我大吼一声 引出你们这对狗男女 还真是费了我好大功夫 然后 我扔出了他们造假 亲子鉴定的证据 原来是红石在那家 亲子鉴定中心 有个表哥 他们早就密谋好了一切 就读 这是唯一一家 能做羊水穿刺的检测机构 我脑子一乱 就不会去查 孩子是红石的 当初王雪发现怀孕之后 红石心怀抱负 想到了这么的计谋 这样不管我怎么处理 不是赔钱赔名声 就是搭进去 自己一辈子养他孩子 真是恶毒 就是想报复我 红石件事情败露 立刻变脸 下跪求我 都是我一时糊涂 我没想过 都是王雪 都是他想的 他就想山鸡变凤凰 王雪开始跟他 丝丝抄抄的 把警察都惹怒了 把他们分别拉进小黑屋反省 我请求警察立案 红石强闯民宅 伪造亲子鉴定报告 红石又被拘禁去了 他的表哥也直接被检测机构罚款 开除 这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原本大学美好的感情回忆 变成现在这样不由的让人唏嘘 王雪 红石虚荣心作祟 以为能走人生捷径 却落这个下场 人啊 一旦开始想走捷径 一旦开始堕落 就不愿意脚踏实地 他们俩后来啊 步入了更深的深渊 谁都救不了他 这都是后话了 我跟他们再无瓜葛 要去开启自己新的生活了 我独自从定制婚纱馆出来 想给赵小辰一个惊喜 自从经历了王雪的事情 我跟赵小辰的感情 那是急速升温 我准备好一切想要求婚 一米九的西装帅哥 怀抱着大树红玫瑰 吸引着来往人群的目光 我等待赵小辰下班 想到他看到这一切会多开心 人群里站着个熟悉的女人身影 我不想理那个身影 今天是我求婚的重要日子 可是他却走了过来 他狭长凤眼里 夹杂着点点泪光与委屈 动人心魄 或许大学时期的林森会被打动 可现在的我不会 我皱眉 抬眼盯着他 人群里纷纷看热闹的 以为我是什么渣男 王雪就擅长用这种外界舆论 影响别人 王雪在我耳边说 林森 我很想你 听说你要结婚了 我也不想打扰你的 可是如果你不想 我去找你的未婚妻 添油加醋说点什么 影响了你们 就给我转一百万 我皱着眉 盯着他 凭什么以为还能威胁我 这一百万 肯定是红石出狱后 拿借条逼他还钱 他哪里有 这又来借此纠缠 以为说点什么 就能影响我和赵小晨之间的感情 赵小晨悄悄走来 没理任何人 点起脚尖 吻上我的嘴唇 宣示主权 转身坦然地面对王雪 姑娘 我不认识你 你不要纠缠我未婚夫 我怀过他的孩子 这是个渣男 我有亲子鉴定 王雪在小晨耳边说着 以为小晨会发飙 可是啊 小晨笑着挽着我的手臂 哦 你就是那个新鸡女 差点算计了我家林森 你还以为我不知道是吧 告诉你哦 上次你辞职 住到林森家 还都是我的主意呢 我们转身离开 留下手足无措的王雪 在人群中被指指点点 晚上我抱着小晨 感谢他的相伴相随 真正平等的爱情 就应该是这样 双方的无条件相信对方 在我蜜月还没有结束 却被警察传唤 说是有一个涉毒案件 把我吓得够呛 我一个良民 怎么能涉毒呢 老婆小晨陪我去警局 让我别担心 就是了解情况 原来是王雪和红石 最后还是绑定在一起 做了小生意 可惜 俩人资金链断了 有案底又借不到钱 这种投机取巧 想一本万利的人啊 又怎么能脚踏实地的工作呢 他们在酒吧里认识的毒贩 让红石公司打掩护 帮忙贩毒 资金缺口由毒贩补上 还能有分成 红石 王雪 为了解燃眉之急 竟然同意了这事 把红石爹妈气地背过去了 这公司的启动资金 是老爷子一辈子的积蓄 只为换红石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 这下是彻底毁在了儿子手里 警察只是跟我了解 王雪 红石的社会关系 亲密关系 其实我本可以不来 但是红石一定要求 我来一趟警局见他 他才坦白 为了配合警察叔叔办案 我单独见了红石 我问他 为什么要跟毒贩有交集 为什么要见我 他一脸憔悴 却疯癫地笑我 骂我 林森 我就是想让王雪 现在的样子 被你看到 这烂在泥里的样子 被你看到 让他死心 这世界上 只有我值得他爱 林森啊 凭什么 王雪不爱我 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陪他偷情 陪他找刺激 让他怀上孕 却想着一脚把我踢开 为他想办法 只能拿借条 绑他在身边 他要做生意 我哄骗了老爸 所有的积蓄 可是还想着找你 你都结婚了 他还痴心妄想了 凭什么呀 你能过得好 你命好 你出身好 你生在罗马 我静静地看他发疯 我不想说任何话 心中无任何波澜 这些都是 你们做的下作事情 与我合肝 等他不再说话的时候 还有事吗 没事 我走了 我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离开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副清高的样子 呸 他竟起身扑向我 像是要把他所有的不幸 都归结到我身上一般 我经常健身 反应迅速 直接躲了过去 他趴在地上 回身要继续打我 身后的两个警察叔叔 上来扣住了他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实在忍不住 反问他是你虚荣 偷了我的车 还勾搭了当时我的女朋友 一切都是你们就游自取 你胡说 胡说 他挣扎着 头发凌乱 满脸泪痕 警察为了维持秩序 将我带出审问室 路过关押网雪的房间 我下意识地往窗口往里看 只有空空的床 房内空无一人 像是突然躲起来的 我走出警局 他们两个终于永远撤出了我的人生 我还要继续跟老婆的蜜月 两年后的春节 我在电视台正式升职 成为节目制作人 有自己独立制作 做的也是风生水起 我们给我师父 也就是我的岳父 办了个盛大的退休欢送会 我爸妈也携手一起参加 我爸含给我的栏目 赞助了一笔钱 为了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发展和曝光 老婆晚上跟我缠绵之后 要跟我说秘密 说王雪曾经在下班路上找过她 威胁她 离开我 让我离开林森 给你疼地方 你配吗 我老婆讥讽 王雪还想找人欺负老婆 可是王雪不知道 小陈虽然看起来柔弱 但从小练的跆拳道 她找的人反倒是被老婆打了 我仔细想了想 是在我们结婚之前 我老婆胳膊上有擦伤 说是不小心帅的 我还嘲笑了她好一阵子 我一脸宠溺 问她沉枝妈蛋骨子的事情 你跟我说这是秘密 老婆俏皮地亲我的脸颊 那什么是秘密 她翻身在床头柜拿出来了 两条红扛的验韵棒 林森啊 凭什么 王雪不爱我 我为她付出了这么多 陪她偷情 陪她找刺激 让她怀上孕 却想着一脚把我踢开 为她想办法 只能拿借条绑她在身边 她要做生意 我哄骗了老爸所有的积蓄 可是还想着找你 你都结婚了 她还痴心妄想了 凭什么呀 你能过得好 你命好 你出身好 你生在罗马 我静静地看她发疯 我不想说任何话 心中无任何波澜 这些都是你们做的下作事情 与我合肝 等她不再说话的时候 还有事吗 没事 我走了 我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离开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副清高的样子 呸 她竟起身扑向我 像是要把她所有的不幸 都归结到我身上一般 我经常健身 反应迅速 直接躲了过去 她趴在地上 回身要继续打我 身后的两个警察叔叔 上来扣住了她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实在忍不住 反问她 是你虚荣 偷了我的车 还勾搭了当时我的女朋友 一切都是你们就游自取 你胡说 胡说 她挣扎着 头发凌乱 满脸泪痕 警察为了维持秩序 将我带出审问室 路过关押王雪的房间 我下意识地往窗口往里看 只有空空的床 房内空无一人 像是突然躲起来的 我走出警局 他们两个终于永远 撤出了我的人生 我还要继续跟老婆的蜜月 两年后的春节 我在电视台正式升职 成为节目制作人 有自己独立制作 做的也是风生水起 我们给我师傅 也就是我的岳父 办了个盛大的退休欢送会 我爸妈也携手一起参加 我爸含给我的栏目 赞助了一笔钱 为了给我们一个 更好的发展和曝光 老婆晚上跟我缠面之后 要跟我说秘密 说王雪曾经在下班路上 找过他 威胁他 离开我 让我离开林森 给你疼地方 你配吗 我老婆讥讽 王雪还想找人欺负老婆 可是王雪不知道 小陈虽然看起来柔弱 但从小练的跆拳道 他找的人 反倒是被老婆打了 我仔细想了想 是在我们结婚之前 我老婆胳膊上有擦伤 说是不小心摔的 我还嘲笑了他好一阵子 我一脸宠溺问他 陈芝麻蛋骨子的事情 你跟我说 这是秘密 老婆俏皮地亲我的脸颊 那什么是秘密 他翻身在床头柜拿出来了 两条红磅的验韵棒 哼 想下周你过生日时告诉你的 他撒娇地躺在我腿上 我看见 直接笑得合不拢嘴 大半夜的就要给爸妈打电话 跟家人分享 我要当爸爸的喜悦 他说 我这着急报喜的样子 滑稽又可爱 我想 这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模样 一家人共同携手 努力向上的模样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